花蓮市两名男子因为有债务纠纷 相约在太平洋公园谈判 但是机械款项怎么也都不拢 引发了肢体冲突 其中陈姓债主连同两名友人 光天化日下持棍棒殴打欠款的刘姓男子 让一排民众吓得赶快报警 而警方到场之后呢 这个陈姓债主也准备赶快离开 不过他来不及上车就被朋友给丢包了 他赶快假装演说他是个慢跑的民众 不过却被警方试破了 最后还是很尴尬的被捕 救活人员帮坐在地上的男子包扎伤口 因为这名男子才刚被一群人持棍棒攻击 该名患者表示他在公园内遭多名人士殴打 那他的四肢及背部胸部及头部 皆有多处创伤 那患者的意识清楚 那我们两侧他的生命真相也都稳定 被打伤了流星男子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花蓮分局21号下午接获通报 南兵公园内有名男子遭多人攻击 警方到场被打伤的男子指出歹徒逃逸方向 远景立即驾车追捕 范贤还假装是在运动路跑 一名在场男子称其先贤与人有纠纷 对方相约到公园调解 不料却遭殴打呈伤 远景选及一被害人现场指数 立即循现将涉嫌人全数棄货 并待案争处 跑什么 敢做不敢当跑什么 落跑装路跑被眼尖的远景试破 警方接着群线将动手打人的一干人等 统统找到带回 征讯后依伤害及防害秩序等罪嫌 韩宋地检署侦办 记者学历琴 花联报导 字幕製刃